這刻我們來到立法會另一邊 我們昨天就在立法會很多記者車那一邊 今日可想而知都不妨礙大電波主流傳媒行家做事 我們都在立法會旁邊大家認到後面是天馬藍 前面其實不斷有警車經過 我們這一刻立法會休了會 不是留了會 事緣民主派議員就衝出來 因為梁君彥說想準備請尤惠貞和梁重恆走 但是民主派議員就圍住了尤惠貞和梁重恆 不讓保安走過去 現在就有一點僵持 我們錄影的時候僵持 看看主席的證監如何做 我想整件事最後肢體的動作 結果如何就不是重要的 但你如果問我們由解困新聞學去看 就有兩件事值得分析 第一就是 究竟這種集體行動 是想表達一個什麼信息呢 很明顯 泛民做這個集體行動 都是希望傳媒拍到 拍到是一個信息 這個信息是什麼信息 這個信息有沒有前言不對後語 和有前下矛盾 我覺得 有些計算失誤 為什麼呢 因為泛民 他們一直以來 過去這十天的說法是怎麼說的 大家要留意那個句式 那個句式就是 我們都強烈反對 由慧晶和梁頌恆的宣誓方式 或者我對他用的字眼都很反感 不過 要給他宣誓 他是用一句不贊同他們做法的負面語句來開頭 後面補一句非 就說不贊同建制派的做法 那個句式是這樣 這句句式本身就這樣聽下來 就已經有少少又負面又正面 現在你還要圍著去嘗試做出一個保護 游慧晶和梁頌恆的肢體的表達 這個其實跟你第一句 就完全違反了 完全違反了 除非你一路以來 民主派的說法就是 任何人都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說什麼都可以 他們又不敢說 老實說 他們面對著資拿這兩個字 就是知吾以對 他們其實就是知知吾 又不敢說資拿這個字 所有人都說得 因為怕全球華人 或者全香港人 就把他們撿起 反禁 對他們 他又要說不對 好了 如果你真的要捍衛他們言論自由的權利 那你一開始就說 我們要捍衛言論自由的權利 但是hate speech 即是散播種族仇恨的言論 是應該要被受批評的 這樣都還好些 你現在做出來的動作 就是什麼 是想說什麼 是想保護他們的言論 保護他們的權利 保護他們的身份 還是怎樣 他連保護他們的身份 都不可以保護 因為他們一路都說 要等法院裁決 法院裁決 就是最快都要下個星期四開庭才裁決 法院去決定他們有沒有議員的身份 之前個個民主派的律師 都說得很口響的 法院說他們兩個不是議員身份 就不是議員身份 之前他們很口響的 說尊重梁坤賢的裁決 支持立法會主席的裁決 現在其實有一點點是 你那把口和你的身體 是視覺失調的 口說一樣 然後身體做另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 在政治動作上 是一個計算得很失誤的 很明顯是失誤的 因為他們之前一路都相信 梁坤賢會很公正地踢完這場球 他們心目中的公正 後來梁坤賢就把自己的決定 已經推翻了 就說今天就不會給他宣誓 現在這一刻他就在喊 就說要給兩位宣誓 就是民主派那班人 還有整件事 他今天這樣圍著 尤為禎和梁頌恆這個動作本身 在全世界的社會運動裡面 都是一個 那些事實際上 就是以哪個為核心 就是原型中間是哪個 就是以哪個為核心 那現在這張圖 如果拍了 放在國際傳媒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從今以後 香港的民主派 就是以青年申請為核心 這張圖是這樣的意思 我做傳媒的 我看著照片 就寫caption而已 那個caption 就是圖片標題 就去衍生政治訊息 那現在民主派是怎樣 現在由尤為禎和梁頌恆做共主 這個訊息是很錯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做 好像做公關一樣 要量度他們的形體動作是怎樣做 是你都起動長城 手牽手這樣 起動長城 就不是圍住 尤為禎和梁頌恆 那當然 可能他們不夠人數 因為圍住尤為禎 大概都 我剛才看的那張 有八九個議員 未必很齊心 全部都走出來 有些民主黨的議員沒有參與 但見到毛孟靜 就在尤為禎旁邊 站在那裡 一直守護著 所以這件事都未算很齊心 看到他們的行動 剛才說的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問題 我們繼續尋找答案 這個形體動作的答案已經很差了 第二個答案就是 你一天到黑民主派 就說法庭問題 就法庭解決 法律問題就法律解決 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理由 你法律問題 形體動作解決 你現在在立法會做這些事情 都是那個答案有用嗎 沒有用的 現在是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的裁決 那可以怎麼做 看回我們昨天那一集 就是由司法覆核 打司法覆核 才是真正的答案 你在立法會做多少事情都沒有用 你在法庭試一下這樣為主 你真的被停警抓你出去 是不是 藐視法庭 有人聽到的 新聞主和起碼做了先 現在準備入法援去申請司法覆核 看看到時是否成功 但裏面那群人就沒有做了 裏面那群人真的沒有做了 所以其實 法律問題你要對嘴找法律答案才行 現在的法律問題 你民主派又是用政治答案去解決 這個是很思覺失調的 早幾天才說 建制派不應該以政治方式去干預一個法律問題 現在你也是這樣做 今次乾坤大萊怡 民主派是很虧張的 他們又說建制派應該回來開會 不應該拖延議會 其實這些是建制派說的 現在輪到民主派說 當然建制派也付出了代價 他今次這樣留一會 即是上一次留一會 以後他都很難很口響地罵民主派留一會 所以其實今次這一役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令到留會集體離場 這一堆東西變成常規化 變成沒有什麼 你又用我又用 大家一起用 建制泛民都用 但當留會常規化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就是包庇了那些懶的議員 我不是沒有來開會 我不是塞車 我不是忘記起床 我不是不記得起床 我特意不來的 我不是遲到 我要以留會顯示我對這一條口頭七箱的不滿 你這樣就包庇了那些懶的議員 所以這個真是一個極差的答案 我們密切留意著最新的情況